琼斯的一个冒险经历 好的咱们这就直接开始 下面两个选项 一个是音乐 另一个是得分是什么 好这就开始了 首先是老琼斯 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 他的一种年轻的经历 首先这英迪安娜琼斯是一个虚构人物 是从电影当中改编过来的 也是改编自一个小说吧 这故事就开始了 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一个这戴着帽子的牛仔算是 长得有点逗逼 长得有点逗逼 笑起来脸肉动脸不动的这种表情 也是很陶醉的 这第一关是墨西哥 大家都知道 这琼斯也是周游猎拐 周游猎拐 用一句俗话说 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手拿身边 手拿身边 各种各种的 各种的风烧 各种的 诶 挑战 也是一个很强悍的人物吧 英雄人物 算是英雄人物 和那个 英国的那个猎人叫什么来着 他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 甚至联盟当中的那个 有点类似 首先第一关是一个炮台 这里边 这个游戏里边的武器是很有特点的 一是枪 有手枪 还有步枪 还有这种石头 和手榴弹 呃这个 嗯 不能说他的攻击性 反正攻击起来也都是攻击力是一样的 首先 咱们来到第一关boss 是炮台 这个用石头就干掉了 这 啊 啊 这炮台是 子乎的吗 然后boss在上面 开了两枪 他直接在上面多开两枪 他蹦下来 就让我们拿石头 把它轮倒吧 好的 也是砸的 他满头是满头是 满头是包 不过 他死了时候呢 蹦哒蹦哒蹦哒 哎 有点那个 设计方面的这种逗逼逗逼轻响啊 哎 死了以后就像一个硬棍一样 好的第一关过了 我们救出了这个 这个女子 然后他说什么什么 墨西哥有一个谎言 然后 你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给你几条名路吧 你往这边走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好的 我听你的 就这样 我们出发 然后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算是一条黑路吧 黑道 黑道 好的 虽然说路上有这种明灯 这是一个矿井 但是矿井中的这种设计也是很有意思的 上下来回的掉的那个东西 梯子是可以在上面蹦的 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操作性 很自由很自由 应该是用流畅的两个字来说吧 所以说这款游戏在当时玩起来也是很带感的 因为操作的流畅性是一款游戏的可玩性的这么一个判断的重要依据 好 这咱们拿到了第一把武器 是一支武枪 这关是比较黑的 不过对于通关过几次以后 大家应该挺熟悉的 像这边的这个踏踏板 如果你不开灯的情况呀 一般情况呀 都不知道这边有个踏板 好 这种传送带 我不知道 矿洞里弄个这样的传送带 来回循环的走 他是为了干嘛 下边那么多刺儿 不过 这琼斯的伸手 大家应该从电影中都有所理解 相当敏捷 各种犀利 也是 神一般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吧 这边是个梯子 可以蹦上来 这边也有个梯子 是看不见的 好 咱们继续点上灯 应该就快到boss了 这关boss这大鼻子也是 很有典范的 好的 我要你的手杖 你给我吗 好吧 你来抢吧 但这家伙看的是 很有钱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躲在一个矿洞的 就这么一个矿车上 让我们用手雷 把他轰 轰下来 不好理解 好的 这我们拿到你的手杖了 这我们和个农夫在西洋下探讨 咱们下一步去哪呢 这也是让他给坑了 你去当兵吧 然后我们就去法国 这一关应该是法国 来到了军营 当兵去拯救世界 然后第一我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军官让我们一个新兵去送一封信 要经过前线 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对 这关就是法国 France 然后我们就带着一把鞭子 部队里也不发支枪什么的是吧 这关特点就有点像那种野外 因为是前线嘛 一般打仗都是在野外这种地方 说实话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有一个比较弹疼的地方 就是说我没有掌握好 他这个跳起来这个枕路 跳起来一共是16枕 所以就是说跳到最高 但是我一直以为就是8枕就行了 所以说有的地方 我是没跳过去 也是很弹疼 很弹疼 不过总体来说 还算是可以吧 录的 最起码没有割半岛什么 像这种天上的炸弹啊什么的 用其实用最基础的那个跳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把信送到了这个年轻的长官手里 一个大奔头 我们也是一头自来卷 也是两个脸型一样 发型不同的人物吧 但是我们的穷斯要比他牛逼一点 好的 咱们接到了第二个任务 就是让我们去探讨 应该是当一下间谍去偷听一下 前线的一个军情吧 然后我们就要去偷听一下 嗯 你以为那个长官说了一句话 刚才说的好像是你很勇敢 什么什么的 就是夸了我们几句 然后说你去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吧 这一关其实还对于操作来说 还不是要求很多 因为这关的地形属于平坦一类的 这个游戏在当时也是好 我们来到了这关 哎是 他是一个坦克 我们要步枪干坦克 这是在现实中不行的 好 我们在窗外看到屋里两个搞鸡的人 在商量点事 然后我们都偷听到了 嗯 然后这样一个表情 好吧 我知道了 你们说什么 哎 然后我们这就要是 应该是回去汇报吧 然后要经过有翻住一座山 这应该是那座山 山上有这种士兵在巡逻什么的 还有这种炮塔 这关就要求的操作比较精确一点了 像这种不断的跳跃 这关还有一个路线的选择 有对有错 像这边的交叉 交叉的这种支线 如果从那边上去会不好过一点 就上到一个坑里边了 哎 就就是下面 只能得两个箱子 其实总体来说 小时候对这款游戏的感觉就是 一个字 难 一堆子 难得他妈要命 就这个感觉 不过 相信大家对小时候这种游戏的 认知情况 这款游戏 对于大家脑海中的印象也是 一个字 赞 非常赞 很经典吧 好的 这我们来到了他们山上的一个军事基地 目的是就是为了摧毁他们这个制造武器的这个地方 第一颗手雷是撂空了 扔空了 其实这关其实在刚才就已经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但是由于第一颗手雷是扔空了 好吧 虽然说 挨了几下打 然后我们回来汇报 汇报任务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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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快 然后说 好 你完成的非常不错 那 给你休几天假 你出去旅游一下吧 给你 报个 下一关应该是 叫法国吧 德国 哎 对 Germany 德国 德国两日哟 走吧 然后 估计是因为经费问题 然后咱们的头打算让咱们扒火车过去 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火车的场景 嗯 这领导也是够扣门的 啊 忽悠我们过来 然后让我们扒火车 你自己搞定 嗯 这个情节设计也是 哎 让我这样想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发着火车 大家可以想一下发火车是个什么样子 好 这火车上遇见了一位砍财工 哎 一个位 不能说砍财工是搬运工 力气很大 会拿箱子砸我们 也是很很傻貌的一个 让我们站路掉了 哎 这半路上来了架飞机 也是因为意料之外的是 他估计是看到我们在这里战斗 然后飞了过来 然后说 走吧 我烧你一程 你不是要去德国吗 他说好吧 正好一路 哎 然后我们就坐上他的飞机 但是这 这两个家伙估计是都不认识路 琼斯在后面问 哥们你认识去法国的路 去德国的路吗 哎 我不认识 然后 你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 那我们扔鞋吧 然后他们扔的鞋就 好 走这 哎 他们就来到了 德国的这个空军基地 应该是空军基地吧 误闯 误闯德国空军基地 你说这路值的 哎 这会儿当然蛮远的 哎 你说这路值的 你说怎么这么多飞机啊 啊 这咱们走哪了 能到不能啊 靠谱不靠谱啊 你行不行啊 哎 就是这类吧 啊 驾驶员也是 哎 也是很无奈 他说 哎 这是啥 怎么还有这种搞特技的 然后看看那架红飞机 哎 感觉不错 咱们把它干下来吧 哎 好的 好的 然后我们就 哎 让他感受一下 装餐是要招雷劈的 让你 让你小子装 看我给你加个状态是吧 嗯 这也是把它就直接干了下来 然后我们就顺顺利利的 哎 到达了德国边境 好 say good bye 哥们慢慢回去吧 然后我们来到了敌军的这个 嗯 算是堡垒吧 我们旅游的最终的目的地 一个hotel 五星级hotel 是吧 这里边怎么黑灯吓火呢 莫非是个黑店 哎 还养着狗 哈哈 不过 这关的难度 确实比较大 这应该算是最后一关吧 哎呀 点之烟 这关涉及到电梯 哎 一个诺大的酒店里 你的电梯怎么不能用 还有开关呢 有这种铁门 咱们要自己开门 waiter呢 服务员呢 还有这种激光 哎 这种设计也是 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种激光是在当时一种游戏中很流行的 比如说洛克人当中也有这种 这黑灯吓火了 我们也是摸着头往前走 这边我们得回头开一个门 他还有地上这种垃圾桶 垃圾桶 不能说垃圾桶 应该是个小炮台 好 咱们一把手电 这感觉他不应该画个手电的样子 应该画个夜市仪的样子 一项 咱们吃了这个 然后满屋的灯都会打开 我感觉应该像是 一种夜 夜市仪的这么一种感觉 比如说这点 也是当时应该就是设计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都点上了蜡烛 这边是个开关 因为下面的路是被封住的 这款游戏在怎么说 在以前玩的时候是 几乎是见不到这关的 前三关就骑摩托那关几乎就挂的不行了 到那已经就是玩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当时我记得有一天是晚上玩这个了 很是肾的话 因为他有这种关灯的东西 小时候胆子又小 玩这边就感觉有点肾的话 再加上每天 每天有那时候看过的 林郑英的鬼故事 就那种鬼片 僵尸片也是各种害怕 所以说有时候玩到这里就不玩了 好 这边BOSS 开了他的装甲车 我们用手雷把装甲车干掉 而且是扔到他的 装甲上 就把他干掉了 这一定是有阴谋的 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我要更深入一点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后跑 走在这儿 他应该在想 这是几星级酒店的这么大 为什么要按梯子呢 好 我们拿到了王八盒子 是当时的很牛逼的武器 应该是军官特有的一种武器 这等于说是 算是最后一个场景了 我记得 之后就应该是 吹他灯泡了 这关和混豆罗那关有点像 也是一个吊灯 BOSS是个吊灯 吊灯上会撒一些碎片一类的东西 也是比较难打的 因为他的那种子弹 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 而且有那种要求你操作比较高 也就是你需要来回移动 而且并不是说你在楼下 不是说楼下 因为是吊灯嘛 你必须踩个箱子啊什么的 才能够着他 还有这种怪 自焚怪 他手里拿个火苗 我以我以为就是说 呃 跟那个什么呀 呃 山姆通子里边那个 那个拿琴儿的小孩商店一样 他地上都是油 然后会往地上扔 但是我们可以不理他就过去了 哇靠 哎 屋里存着坦克 这也是有点罪 其实这是一个大仓库 咱们也是用手来把它干掉 需要三下 好 这边咱们进到了一颗 我找到了一颗炸弹 然后我在想法把它赶快逃出去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怎么说呢 算是不能说逃出去 因为炸弹 我感觉应该是他自己放的 然后布好雷以后 他就要出去 但是门口有这个吊灯手着 我们吊了灯以后 就逃了出来 随后他的看到这个爆炸 我做到了 哎 我做到了 长官又一次爆黑了 我的 我的法 德国两日游泳 又是八火车 又是 又是这黑黑店的